大家好,我是Chus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英格蘭竹總盃有曼士打比大戰,曼城會對曼聯 以下我會為大家提及的相關數據給大家參考 曼城上季達到三冠王,今季他們成功衛免英招 而且衛免英竹總盃只差一步 曼城過兩圈,分別淘汰紐卡素及車路士 後防線發揮出色,而且全部能夠零封對手 今季聯賽兩場曼士打比,曼城取得三個入球 英超最佳球員菲爾科頓及夏蘭特包覽所有入球 所以今季曼聯要提防這兩個人 曼聯方面,英超以第八結束賽季 當然這個成績很多人未必能接受 坦克亦面臨著沒得撈的危機 唯一可以攀回一城,就在英竹總盃看看可否擊敗曼城取得冠軍 來保住下屆歐洲聯賽的資格 而拉傑夫著事亦會在現場監督這場賽事 說回兩邊主席 哥迪奧拿今季成功衛免英超 達成英超史無前例的四連貫霸業 順理成章當選為英超賽季最佳領隊 在失去歐貫聯爭貫的機會後 英竹總盃成為哥迪奧拿最大目標 他今季在英超雙殺萬聯 面對坦克的球隊亦信心十足 雖然坦克執教萬聯時間不長 但他大膽管理的風格已經聲明軟薄 他帶領萬聯連續兩屆英竹總盃也殺入決賽 兩屆準決賽之中,萬聯都能將比賽拖入加時 並且要互踢12碼,最終獲勝 所以坦克在杯賽的套路都是有料的 說回射手方面,夏蘭特在竹總盃進級過程中 只出戰過兩場 其中一場上演五指登科 狀態好的時候,這位羅威前鋒真的好得離譜 而他的最佳拍檔就是中場核心迪布里 夏蘭特單場入五球比賽中 有四球來自迪布里的助攻 所以說他們連成一線時是非常恐怖的 而萬聯方面,何知隆特的隊友肯定沒辦法像萬聖 但何知隆特自己個人的能力都是出色 多數的射門都是靠自己創造的 另外一些焦點數據方面,萬聖過去六將各項賽事 全部淨勝超過兩球 而且單場攻入三球或以上的場次多達四場 另一邊,萬聯之前曾21次入到英竹總盃決賽 贏得12個冠軍 但他們最近兩次在竹總盃決賽也是輸球的 立即下載M直播 無論何時何地,猶如置身現場 看盡足球、籃球賽事